长辈们拿起拐杖行走测试 嘉义县辅具中心结合阿里山乡卫生所 24号前往来吉部落进行深藏辅具租借及维修 提供人口老化严重且路途遥远的原乡部落长辈 能更方便租借 特别我们生活在山山的原住民 特别关节这个部分很不好 因为你到了一个年纪都会 尤其是那个膝盖都会退化 最常使用就是四脚拐跟单拐跟腋下拐部分 那就是单拐的部分 就是拐杖的部分就是看它的焦头 有没有就是整个磨屏了 磨屏的话就是怕它们就是滑倒 其实有不少长辈拜托子女购买辅具 但未经驱公所申请及医疗机构评估审核完成 就无法申请补助 另外就是就地取材制作简易拐杖 但阿里山各部落环境多半是陡坡 没有专业辅具 长者更容易发生意外 行政单位所做的那个流程 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大概我们需要的话 我们容易到我们街上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 我们很习惯的我们就去买 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说 我们政策是说你要先申请以后才能补助 但是很多长辈的状况是说 紧急当下就要使用 所以很多就是可能都已经先买回来 想要再申请补助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加一线辅具中心希望进入部落 提供免费租借二手辅具及维修 并简化繁琐行政程序 让部落享有更多长照资源 降低长辈因辅具不足 造成意外汉事发生 记得那么论加一阿里山采访报导